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逢年过节只是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已经好几年没回家探亲了 于是老两口商量着让老头子到北京看儿子 李岁友起初不同意 害怕父亲在路上出差错 后来发现父亲兴致很高 态度坚决 于是勉强答应了 第一次去北京看儿子和他的女朋友 老两口给一件事情难住了 去北京千里迢迢 到底给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带点什么好呢 最后还是李老汉点子多 他说儿子不缺钱 缺的是爱 那久蒸上一锅儿子最喜欢的白面馒头 指不定儿子会有多高兴呢 馒头是用新麦投茶面做的 老叫发的 大火烧的 蒸出来后雪白雪白的 远远就会闻到一缕淡淡的麦香 老两口里里外外忙活了两天 将白面馒头装进一个大塑料袋 李老汉肩扛手提 兴冲冲地朝车站走去 李老汉是晚上九点到的北京 儿子李四友到车站接他 李四友看到父亲十分高兴 他原本打算让父亲住在这里 可他这个北漂和女朋友 勉强买了一个一居仪式 父亲住在家里实在有些不方便 于是提前给父亲 在离家不远的酒店预订了房间 想着让父亲可好好享受一把 静静自己的孝心 第二天早晨 李四友到酒店接父亲吃饭 敲了大半天门没人答应 找到酒店的服务生打开门 客房里根本就不见父亲 多次拨打父亲的电话 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在酒店附近找了很久 一直到下午也没有找到父亲 李四友是独子 母亲又没有多少文化 再说出了这种事情 李四友也不敢跟母亲说 害怕他又出什么意外 没办法 李四友只好给家里的堂哥打去了电话 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让堂哥留意着 如果父亲回去了告诉他一声 李四友很纳闷 父亲能去哪呢 父亲从老家带来的黑色手提包 还在自己家过道里的碧柜内放着 打开包一看 发现父亲从老家带来的钱包 身份证手机都在 难怪父亲的手机一直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李四友心急火燎 突然他心头一亮 该去查查公寓大门口的监控录像 自己一着急 把这一查忘了 没想到 一查监控果然有线索 监控录像中确实出现了李老汉的身影 李老汉空着手 哼着小曲进了公寓的大门 只是进去之后没过多久就出来了 出来时 肩上扛着一个看上去挺沉的塑料袋 脸色很凝重 脚底生风 布幅很大 像是后面有什么人追着似的 很快就从监控视频里消失了 门卫看着监控视频 突然脱口而出 我记得这个人昨天来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大塑料袋 怎么又把塑料袋带走了呢 门卫的话仿佛一根针一样 扎在李四友的心上 他张口结舌 有话说不出 李老汉失踪十天之后 堂哥从家里打来电话 告诉李四友 他父亲回家了 李四友是半夜三更回到的家 老伴看到李老汉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如果不是李老汉的熟悉的声音 他真的以为见到鬼了 老伴慌忙地问 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 李老汉只是淡淡地说 迷路了 说完 李老汉狼吞虎咽地 吃完老伴留在锅里的剩饭 倒头就睡 睡了一天一夜 李老汉从睡梦中醒来 看到李四友跪在自己的床前 立马就坐了起来 李四友说 爸 我们不孝 你原谅儿子吧 李老汉叹了口气 看了李四友一眼说 人老了 出不得门了 北京那么大 弄不好就迷路了 李四友说 爸 你别这么说 我们知道自己错了 李老汉听了李四友的话 反而火了 费什么话 老子说 老子说了是迷路了 就是迷路了 你胡咧咧个啥 李四友走后 李老汉去北京的市 称了村子里流传甚广的笑话 有人说 李老汉出了门就走错道 结果儿子的家都没有找到 自己反而成了流浪汉 有人说 李老汉身上钱 手机和身份证被小偷顺走了 又找不到儿子家的门 只好一路要饭回了老家 也有人专门跟李老汉 合适了这件事 李老汉也只是哈哈一笑 你要是去北京可得小心点 那车水马龙大街小巷的 说迷路就迷路了 村民不买李老汉的账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你迷路了 那警察满大街都是 你不会去问问 李老汉笑着说 就你聪明 我倒是想问警察 可是身上啥也没有带 就剩下一张嘴 我儿子在外国公司做事 那名字一长溜来绕去的 压根就记不住 我就是想去问个路也没法问 其实只有李四友知道 父亲迷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四友和女朋友 都在一家医学研究所工作 耳濡目染 二人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 那就是从来不吃隔夜食品 都非常讲究卫生 李四友来的那天晚上 李四友的女朋友 害怕李老汉给家里带来细菌 于是特意嘱咐李四友 将李老汉安排到酒店住宿 李老汉带来的白面馒头 也顺手放在了门口 第二天早晨 李四友的女朋友上班的时候 觉得李老汉带来的东西不干净 坐了一路车 没准早涨了霉 于是顺便提起李老汉带来的 那个塑料袋 想都没想就放到了公寓楼的垃圾箱旁 准而惜没有料到的是 李老汉也有早起的习惯 他起床后就直奔李四友的公寓 没想到意外在垃圾箱旁边 看到了自己带给儿子的白面馒头 李老汉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倔脾气 又非常要面子 一瞬间 李老汉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一怒之下 一股子倔强说来就来 二话不说 拽起装着白面馒头的塑料袋 转身就离开了儿子的家 他没想到 自己的钱包手机身份证都不在身边 等想起时 已经跑了一大劫子路 也不知道儿子家该怎么走了 北京李老家数百里 倔强的李老汉走了十天 一路上 李老汉风餐露宿 吃光了带给儿子的一大塑料袋 白面馒头 也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李老汉放慢了脚步 他想李四友纵然千错万错 也是自己的儿子 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发生在自己和李四友身上的事 不能让别人戳李四友的脊梁骨 后来李老汉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李四友在北京结婚 他也没有去 到时办完婚礼后 小夫妻俩回老家住了几天 以后李四友和老婆 每年都要挤出时间回老家看看 住上三天五天的 而且儿媳每年都要给李老汉打电话 要求父亲给他们快递一些 雪白雪白的白面馒头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节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